对,然后我们今天待会儿大家可以把这个attendies补全一下,然后如果有漏掉我也会帮忙补充一下,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两个议题,第一个是CGI整体的这个POC的进展同步,第二个是我们这个开源之下,这个主要今天主要是新语同学这边的这样一个课题,其他同学的,还有另外两个同学的课题会安排在下一周, 我们是分单双周来进行这个课题的分享和讨论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呢,因为今天主要的几个这个POC的owner都请假了,可能都有都已经给我留言,会时间上有些冲突,所以我估计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个的POC进展同步也会简单一点, 主要就是给大家,没参加过我们这个SIG AI例会的同学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的几个事情,第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华为园区的一个机器人导航,机器人感知导航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去验证中生学习的这样一个技术, 里面我们同时也会,相关的代码已经合入到这个SEDNA最新的这个0.6的这个版本里面,然后关于0.6的这个版本的宣传呢,预计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完成这样一个宣传,大家敢,如果想了解我们SEDNA0.6版本,新增了什么样的功能,可以去关注 这个像容器模仿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也可以关注我们SEDNA这个主页,相关的这个release load,相关的主要的内容已经写在release load,然后后续的这个文章,宣传里面也会有更多详细的介绍,包括背景啊, 然后可能会有些案例啊,example,然后如果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在我们SEDNA的主页里面,Github主页里面可以找到,然后第一个这个主要是现在我思琦,以及这个地方列的郑伯奖累,史经这边一起在完善这个案例里面的各个功能模块,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做的是,其实也是欣语和林杰博士之前这边做的,基于ATC做的这个热书室的一个预测,当然相关的这个tutorial和这个代码都已经提交到SEDNA,如果感兴趣也可以看参考我们群里发的这个共享的这个word链接,然后找到相关的这个信息,然后第三个呢是基于这个。 AOA这样的一个传染器数据做这个就是交通工具的方位的预测,然后这个是乔乔哲宇同学这边在做的,然后当然今天这一同学临时有事,所以暂时有没有其他的进展。 大概是这么几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之前基于SEDNA的这个领域学习,在杨昊静老师的这个公开课,在德国的这个公开课里面,去集成进他的这个课程里面了。 如果想了解这个SEDNA领域学习是怎么使用,可以参考之前的这个课程。 对,还有其他的有一些挂起和暂时没有太大进展的一些POC,我在这个地方就不一一同步了,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POC的相关的进展。 对,然后再补充说一下,本月的这个轮值主持应该是郑伯,今天是郑伯刚好有时间上的冲突,所以这周是由我来代为主持。 然后我们的这个议程的安排呢,每周有每周单周和双周都会有这样固定的这个议题,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自己是在现在在哪一周可以提前的准备好相关的这个材料。 然后最近,最近我们SIG里面主要可能就是围绕着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POC,第二块就是我们新来的像董天玉同学的,我们在基于开源之下来做的一些课题。 然后开源之下来应该是会有SIG的这个大模型编辑协同物理网感知的这样一个合题。 新鱼的Gianos内增量学习的这个Benchmark系统,然后以及天玉这边的图像大模型自动标注这一块。 行,那关于第一个这个POC整体的这个同步我就,因为今天请假的人比较多,我就先带为带大家先整体的同步了。 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课题。 那么就是由这个新鱼同学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开源之下的proposal。 我这边就停止共享。 那么。 好的,好的,我就共享下屏幕。 嗯,对,大家呃,也可以帮忙。 新鱼提一些这个建议。 可以看到对吧,我这个条件比较简陋,我今天电脑就是不在身边。 这个就是我先简单见识。 这个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比如说你这个手机能否横屏一下或者怎么样。 看一下。 哦,就这样可以吗? 这样就这样好一点。 会好一点。 OK。 OK。 就首先我们这是一个基于亚诺斯的类增量学习算法的评估系统。 首先亚诺斯不用大家都介绍,就是一个算法测试,算法评估的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希望是能在亚诺斯上新运行一个像example这样的东西。 就是可以执行预增量学习的这个语义分割任务的一个测试。 首先就是我带大家把这个proposal过一遍吧。 就是边过就边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首先第一个就是背景部分。 就是我会先介绍一下什么叫语义分割问题。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像素级别的一个分类任务。 然后接下来就是终身学习。 大家这个可能也不陌生就是像让极其像人类一样, 就是可以持续的学习。 缓解增弹性遗忘。 平衡稳定性和可塑性。 然后我们是一个多遇。 中生学习一共分三种。 预增量。 热物增量。 还有内增量。 我们这是一个预增量的。 所以就要多遇。 增量学习和中生学习的语义分割问题。 然后这一段其实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增弹性遗忘。 什么是中生学习。 什么是预增量学习。 然后下一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Yanus。 就是一个算法测试的一个平台。 这部分其实Yanus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就是贴了个链接。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Yanus解决了什么样的痛点。 然后Yanus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更好的一个提供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测试环境。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目标。 项目的目标就是在Yanus上复现那篇MDILSS这篇论文。 然后中生学习语义分割换法。 然后并且使用到了三个数据集。 SBSCAPES, Sincere和刚刚开源的云基神数据集。 然后下一个proposal部分。 第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的scope。 首先第一个是会为目前的Yanus系统提供一个中生学习语分割算法的一个测试样例。 然后并且这个测试样例也是可以扩展的。 就比如说你自己新开发了一个语义分割算法。 你可以扩展它。 然后测试你自己算法的效果如何。 另外就是我们的targeting users。 就是目标用户。 首先对于我们这种。 不是对我们这种。 就是对于比较成熟的开发者来说。 他可以比较便捷的自己开发出来算法的性能。 然后对于初学者来说。 我们这个项目可以帮助他了解中生学习。 帮助他了解云边系统。 AI测试平台。 帮助他了解。 语分个问题。 就是相当的这些知识吧。 然后下一个部分就是dataset的数据集部分。 使用了三个数据集。 就是刚刚提到的。 然后贴的几张图。 就是cd scape数据集和sincere数据集的这个图。 然后最后就是。 刚刚开源的这个云机型数据集。 然后我看视镜充圈应该是已经release的这个数据集了。 然后我就直接把他那个cago的链接提上去了。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链接。 然后这是对数据集数据结构的一些展示。 比如说这个代码框里就是呃第一行的这个rgb开头。 那个是他的数据数据文件的吧。 然后下面一行是他的标注文件。 就是可以用于训练啊。 或者说呃验证。 或者说test就是测试的那个过程。 然后我们这个开源的云机人数据集一共有30个类。 然后7个group。 下面就是具体的呃试验细节。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地方呃这个问题我得先提醒一下。 就是呃这个数据集我们先还现目前阶段还只是小范围的试用。 所以石金那边的那个呃开源的呃呃那个范围。 就是现在还没有把它定义为开源。 这个也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下。 对。 然后石金那边传达的呃如果有一些信息传达错误呢。 这个我们也呃会跟这个石金同学再再说一下。 嗯。 所以大家先。 嗯。 暂时先。 嗯。 不。 这个不作为一个开源的数据集使用。 大家本身自己作为这个研究。 获得我们比如说呃四七老师这边的呃同意。 之后呢。 可以可以用来研究或者像四七老师这边申请。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呃。 不应该有一个公开的地址去下载。 对。 这个。 我就先强调一下。 哈哈。 哦。 好的。 那我们就还是小范围。 提醒一下。 好的。 嗯嗯。 好。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这个设计细节。 首先设计。 主要其实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呃。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测试环境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呃试卷。 然后。 呃。 其实就相当于参加考试。 就做这份试卷的学生。 然后呃。 首先第一部分。 我就先介绍。 总体的设计。 也就是5.1 overall design。 然后下面就分别介绍测试环境。 和那个。 测试算法。 首先这是。 呃。 中间这个表吧。 就是我为。 呃。 等次项目设计的这个测试报告。 首先。 第一列是排名。 就是。 算法测试的这个排名。 测试。 就是你算法的好不好。 下面就是用什么算法。 紧接着是三个测试指标。 就是。 MOU。 BWT。 FWT。 其实和实经同学。 就是近期做的那个。 RFX。 那个项目其实比较像。 都是中文学习。 然后。 这个范式也是用的中文学习的范式。 然后我们假设。 呃。 默认是增量三轮。 就是第一轮在。 假设啊。 就第一轮在。 SGAPS数据集上。 第二轮在SVN数据集上。 第三轮就是在我们的那个。 运气源数据集上。 做三轮增量。 所以。 RUN的就是3。 然后。 DataSight的就是。 这三个数据集吗。 然后我们用的。 呃。 BaseModel。 叫RFNet。 其实就是那篇乐文中。 使用的G模型。 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 参数的设置。 比如说。 学习率啊。 迭代次数啊。 然后。 呃。 算法测试的时间。 对。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想。 这个项目想。 最终呈现的一个。 测试报告的一个。 呃。 这个形式吧。 然后接下来是。 呃。 测试环境的设计。 就是。 Test Environment。 呃。 就是。 Test Environment. 压默文件。 这是。 呃。 测试环境的配置文件。 第一部分就是。 呃。 当我们完成。 一轮模型的训练之后。 我们。 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才能更新这个模型。 所以说。 呃。 当。 这Operator是大于等于。 就是。 当我们的MIOU。 大于等于0的时候。 我就。 呃。 就目前是先。 这么进行一个展示啊。 大于等于0的时候。 我们选择这轮训练有效。 然后用来更新模型。 如果小于0的话。 那可能就是。 这轮训练要作废了。 这轮训练并不更新模型。 然后第三个就是。 呃。 我们评估的。 模型好坏的一个指标。 呃。 三个指标。 刚才提到了。 在那个最终的。 测试报告是一种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 MOU。 然后BWT。 FWT。 这个三个指标都是什么意思。 MOU。 就是平均交并比。 这是语义分割。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指标。 然后BWT和FWT。 中文学习领域。 一个比较常用的。 是反向传播和前向传播。 分别用来衡量。 呃。 先前学过的知识。 对于当前任务的影响。 以及当前的任务。 对于未来任务的影响。 这两个指标。 所以用三个指标来衡量。 呃。 我心得好坏。 然后接下来是。 呃。 那个TESA。 就是测试算法的。 这个。 这部分的设计。 首先第一个就是。 呃。 搞之有。 呃。 备注哈。 就是一。 就是叫BaseModel.py文件。 这个文件是。 呃。 呃。 就是叫。 就集成了吧。 集成了模型的训练。 推理啊。 就等等一些过程。 就是模型都整理到这个文件中。 第二个就是。 关于抽参数的设置。 在此处。 就是在这个配置文件中。 我把学习率设成了。 呃。万分之一。 然后。 Epoch设成了一。 然后Bash Size设成了十。 也可以。 比如说在Bash Size后面再写个一个。 使得下方写个更二十。 这样的话就。 呃。 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一个超参搜索。 OK。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roadmap了。 总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因为项目一共是三个月嘛。 最后第一阶段就是前呃。 一个半月。 就是主要是完成测试环境的开发。 并且开启测试算法的开发。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 从8月16号到最后的9月30号。 嗯。 结果就是完成测试算法的开发。 然后并且把数据流跑通。 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测试报告。 然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 根据社区。 根据林杰博士的。 这个。 建议和社区的建议。 把进一步满上这个代码。 然后输出相关的文档。 然后最后。 呃。 可能聊聊起来之后发现这个项目可能。 呃。 大家可能还希望有些额外的产出。 然后就是6.2中的第六点。 就是。 呃。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额外的产出。 比如说。 论文这些。 好。 就是我目前的这个。 proposal。 看看大家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 就是这个设计细节。 可能。 呃。 没有在。 申请报告里写的那么细。 但是我感觉也是涵盖了。 呃。 足够做的要点。 行。 那先看一下。 呃。 社区的各位老师。 呃。 呃。 专家有没有一些意见和建议。 思琪老师这边。 呃。 可以帮忙看一下。 就是。 呃。 因为样子这边。 应该。 思琪老师现在最熟了。 不敢不敢。 那那那我再次抱歉啊。 就是我今天那个电脑可能有点问题。 然后所以说就是拿手机给大家看一下。 就给大家观感上造成的这个体验。 就非常抱歉。 这个不要紧。 这样能能看清楚。 嗯。 我想再了解一下背景是呃。 背景部分可以再讲一遍吗? 为什么要做类增量。 哦。 那个。 首先我们不是一个类增量。 是一个预增量。 预增量。 哦。 对对对。 就是就是就是目前跟林杰博士沟通的那个是。 我们是分别用同一个模型。 然后在三个数据域上进行增量。 第一个数据域就是Citiescapes的。 第二个数据域是那个Sincere。 第三个数据域是我们那个云基金的数据集嘛。 就是相同的模型。 相同的结构。 就最后的输出头。 就是比如说都是30个输出头。 然后就是在三个域上做增量。 其实这个域增量学习。 哦。 对。 所以这样。 就是目前沟通的结果是这样。 就是域增量学习。 哦。 对对。 但是这个就是。 当时林杰博士可能就是题目提交的。 是类增量学习。 但是就是。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 不是很。 啊。 就就就不是很关键。 就是都可以做。 这个最后可能。 就是和导师或者和社区再详细交流一下。 可以下周交流一下。 等林杰博士上来再交流一下。 就是嗯。 这个是比目前比较有争议的。 因为类增量和预增量其实。 怎么说呢都可以的。 嗯。 嗯。 所以哎。 今。 你的导师应该是林杰博士对吧。 啊。 对。 林杰博士今天和那个他的导师可能要沟通一下。 学术方面的事。 所以他今天就有事没来。 OK。 嗯。 嗯。 所以你这这一个东西也是都到时候也是合进那个样子中学习这个框架里面去的。 对对对。 嗯。 嗯。 那。 首先更改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BaseModel点PY就是就是我觉得80%是这个。 我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就让模块。 哎。 你你。 我看。 但是呃。 你这个Parent type第二行写的是incremental learning,是增量学习,不是中生学习。 哦,谢谢。 写错了。写错了。 应该是来放了你。 这个写错了。 我后期先去改一下,不好意思。 哦,没事。 那如果是中生学习的话,你可能还得去考虑一下,除了BaseModel之外,中学习其他框架,比如说你的训练是怎么训的?因为中学种的框架,它是基于多任务的吗? 所以呢,嗯。 他的初始化训练可能是做一个多任务的训练。 不知道你关于这些情况,你有没有考虑到。 就你训练说。 多任务的训练。 对。 哎,不是多任务的训练,应该是塞在哪里呢?是塞拿那个不是多任务训练,这个好像。 这个是多任务的训练吗? 这个我理解的话,就是一个模型从头训到尾巴,多任务训练应该是很多模型的。 但塞拿那个可能就是很多模型,就比如很多XGBoost的。 但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模型从头训练到尾,不是像塞拿那个,就比如说是数据算案例那里,好几个XGBoost的模型训练。 嗯,这个应该是不涉及多任务的事。 哎,我理解一下,这个对,对,我我先也我也先先先插一句吧。 嗯,就是这个地方框架,我们并没有限制说你只能单任务。 所以主要取决于说我们到底要做,做不做这个多任务,对吧?不是说因为那个地方有,因为塞拿的有这个地方,嗯,就没有没有这个理由。 啊,确实塞拿,塞拿中学习也是可以支持单任务的。 对,如果你只有一个模型的话。 嗯,行。 OK。 哎,你差一句吧,呃,因为之前我,呃,跟欣语聊过一下那个中间学习的事情,然后,呃,MatiSS呢是,大概应该是两年前的时候,呃,我忘了,是不是两年前左右。 然后他提,就是我们去调研中间学习的时候有,有过对这个的一个,呃,调研,就是他也是个多任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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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算法啊。 啊,然后他,但是他的,呃,他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中间学习那个,呃,那个解决的方案不太一样。 他可能更多会着重于是,比如说我任务,任务之间,或者说我这个预与这另外一个预之间,他们会有重叠的部分,我们怎么利用这重叠的部分,让他,让一次的增量能够服务于多个预的一个,呃,任务是这样子的。 呃,对,对,对,就是就是因为我对两个都比较了解,我就是再重新说一下,就是就是对于塞呢,就是比如说那个热食预算力来说,他是直接用了,我们刚才把任务和模型弄混了啊,就是对于塞呢,那个热食预算力来说应该是很多模型,对吧,但是对于这个MDLSS来说应该是只有一个模型,但模型有很多模块,这个很多模块对应了很多任务,但塞呢那里是一个模型对应一个任务。 嗯,就是呃,其实你的你的方法主要是做一个模型去处理,就就只有一个模型,然后去处理多个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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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对这个项目是的,对,就一个模型,对。 OK,可以啊。 啊,行,那如果是只有一个模型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了,就。 对,行,我这边暂时,其实我想的是,就说比如说星宇这边能不能,比如说,因为你,你这个,你这个,呃,呃,工程你后面要提到,提到那个压楼上面去吗? 所以理论上来讲,它至少应该有跟现有的一个算法做对比。 就是在同样的数据集上面,比如说我们用了这个多余的这个这个这个呃,这个算法,多余多余增量这个算法。 跟比如在跟我们比如塞那原生的这个中间学习算法,在同样的这个呃,城市景观这个数据上面。 呃,去做在在不管是NIOU,还是说在这个呃,呃,这个数据的这个呃,比如说它的那个位置任务的这个识别上面的一个对比。 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体现出你这个是个评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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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不是一个呃,单纯的某个算法,这样子。 呃,理解理解,我想想。 哦,就这个这个可以的,就是呃,黄老师意思就是就是这个项目就是不止测试,呃,就是WC你那篇论文其中一个算法,对吧? 还希望能有另一个算法也在我这个项目所开发的系统上进行测试,然后提前这是一个评估的,因为有一个比较吗? 就嗯,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对的,因为我记得这个算法的应该就是开源的算法呀。 哦,对对对对,是是开源的这个WCV这个。 嗯,我就呃,就就就这个呃,小的建议。 行。 嗯,嗯,好的,好的,好的。 诶,我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问题啊,就第一个呢,呃,我们这,我看你的那个,课题的名称是说,呃,做一个什么benchmark的系统。 嗯,但这个地方看,听起来好像是呃,我们是就在这个benchmark里面就新增了一个一类算法的这个对比。 是,是我这种理解吗? 哦,对,是普吉老师这种理解。 哦,对,是普吉老师这种理解。 嗯,然后你像,比如说,亚拉斯之前应该已经实现了像单任务啊,呃,中生学习啊,这样的benchmark,那我们现在,呃,这类算法的benchmark,那我们,我们这个proposal,或者说我们这个课题,他想做的,呃,这个,是跟他等同的。 你,以,以类,对吧,是说我们想,哦,对,对,是的,其实是的,对,之前是,应该已经有single task的什么imple这种,已经有这种像example这种,其实这个项目本身的目的就是在增加一个,对,增加一个example,然后这个example是,是你刚刚,呃,就是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个,呃,我不太懂这个地方的MDILSS,呃,你,所以你这个地方新增的这一类算法是, 是指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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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是MDIL还是什么,哦,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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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比方吧,比如说Yano现在上库里有一个单任务,这个啊,那个一个example,然后他用的一个框架应该是什么金字塔,那个什么模型结构,对吧,然后我,我这个项目就是,呃,是,是,是,这个中生学习的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用的框架是,一篇论文中,就看论文的名字叫MDILSS,然后用的是他论文中的那个模型,OK,哎,那他到底算是,呃,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有lifelong learning的这个样力,有,呃,single task的样力, 你这个是放在lifelong learning里面,对,对,对,是,啊,还不是说跟lifelong learning,呃,同一个级别,比如说,啊,对,不是和lifelong learning并行,新开一个,而是就是在lifelong learning下面新增一个样力,啊,哎,那是不是跟这个标题的名,跟课题的名称有一些差异,呃,就是, 因为我看,就是,呃,社区里面给的那个名称是一个什么,呃,benchmark系统,所以在我理解,至少是,啊,我,我,我以为你会扩展一个新的类别,就是像single task, lifelong learning,或者这个,呃,你,你这个地方随便举个例子,incremental learning,这样的,新增一种范式的,呃,新增一种范式的这个实现,在lifelong learning里面,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是, 我们想做的,呃,就是,只是,呃,就是在lifelong learning里面去新增一个样力,做一个那个算法的实现和集成,对吧,对,其实是这样,啊,OK,OK,就不是新增一个特性,啊,嗯,那我,呃,这个是,你,这个有个那个宁洁老师对过吗,因为我担心说,你这个地方的课题的名称跟,呃,实现,可能会有些差异,如果他,他表达的是这个含义,对吧,那我们可以按照他的这个, 意思来,如果不是的话,我建议,也最好这块,就是大家对一下,就是统一一下,哦,对,就,呃,那个,其实是对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6点6点2里写了,就是说,那我想要更多的,那个,嗯,输出,就是因为可能经过大家评估,这个项目可能难度,确实,呃,不是,呃,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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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了6点2里面的这个第6点,对吧,那你认为可能的这个点在哪些地方呢,就如果我们去实现这个,如果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样例,你认为在实现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点可以去完成你的6点2里面的第6点,哦,对,那个,这个我在项目申请书里有写啊,我当时写两点,然后,首先第一点就是目前的这个模型结构,应该用的都是新这种,就是卷积这种,然后我们想的是, 是往思云里加上一些transformer的结构,然后让这个模型的这个在,呃,中生学习的这个表现上更上一层楼吧,就提升这个模型的,呃,最后的效果,对,就是对于模型本身进行优化,对,对,但是对于这个亚诺斯中生学习这个特性,可能确实这个方面没有办法进行优化,这个没关系,我们能顺带的产出一些新的,这个,呃,内容也是OK的,嗯,不一定是说,所以,对,对,更多的是对这个模型结构,嗯, 那我再确认一下,那我再确认一下,就是你刚刚说你先参考的是一篇那个论文,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新的idea,它其实并不是在这个论文里面实现的,新的论文里面也只是基于,呃,CNN这种网络去,呃,做的一个基础的模型,对吧,嗯,是的,是的,OK,那我大概了解了,OK,如果,如果,呃,这个课题的内容和名称 跟林杰老师那边对齐过,呃,那应该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刚刚讲到,呃,你的这个技术上,说这个跟现有的终身学习,我没太get到,呃,它这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就是, 听起来好像,呃,我们换了一个方法,但这个方法,呃,我估计也会有更好的地方,但是呢,呃,它,呃,好在,它预计会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好的这些地方,这个,这个,我们提前是知道的吗? 就是backround那里,对吧,就是我为什么用中生学习,嗯,嗯,嗯,就是,就是,就是中生学习的意义是什么,是吧,就是为什么要,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不是,这个,那个,整个中生学习的这个大帽子呢,我们其实,呃,我们前面可能,整个社区都可能讨论,比较多,包括郑伯在的时候,可能都有,呃,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现在,你,你这个地方不是,把,想把,那个, 呃,那个,呃,你往上翻,你往上翻,就是这个MDIL的这样一个,呃,你可以再翻一下,它的这个中文名称叫什么吗? 呃,叫我这里都没写,叫多域中生,就语意分割问题的,啊,mati domain,嗯,对,多域中生学习,然后这个语意分割,对,OK,哎,你刚刚说这个地方的词,你用的是incremento,你后面会改成lifelong吗,还是,就是incremento,准确, 的表达的话,哦,他,他们都是完全等效的incremento,就是lifelong learning,就是可改可不改,嗯,嗯,嗯,OK,所以在这个,在至少在他的这个MDIL的这个,呃,论文里面,他是认为这个是等效的,对吧,呃,就是在学界可能都是等效的,就是incremento,就等于lifelong learning,OK,那这个地方可能,呃,就多问你一句,啊,就是,因为我们,你看CELLA里面也行,呃,也有这个, incremento learning,和lifelong learning,这两个特性,然后我们当时区别的这两个概念呢,是说,呃,incremento,他其实缺少一个知识库,所以你学了新的知识,可能会忘记旧的知识,对于lifelong learning呢,他会有一个知识库,他会把,呃,之前学的知识给,呃,保存和记录下来,然后,呃,实现这个,抗一旺,所以我不知道,呃, 是说这两,呃,当然这个地方,我不是仅仅只是想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学界现在如果统一的认为说incremento learning,和lifelong learning是等价的话,那也可能我们后来,我们后续就延续学界的这种概念,我们就把那两个特性说成是一种,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如果说确实这方面,有这方面的区别,对吧, 那我们可能在写这些相关的proposal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些,呃,嗯,所以就看我们怎么去约定,就我至少在我们的这个,呃,四个,你说遵,遵守这个学界的这个约定,我们也OK,然后或者说遵守我们,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概念,那也OK,关键是我们要统一一下,否则,我们这个地方提了这个incremento learning,和后面我们sena里面有一个incremento learning,哎,大家就会比较困扰, 说,哎,你这个到底是做的incremento还是lifelong,对吧,这个可能就不太清楚了,OK,那就是你,你首先,哦,对,说incremento的应该是强调知识的一个增量,然后lifelong learning强调的是,就知识是一个保存,因为刚说知识库嘛,然后就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就知识,那我对于这个项目就是,还是要把所有的incremento learning都改成lifelong learning,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更强调的是,这个平和稳定性和可塑性嘛,对,那我就回去改一下,还是第一个社区项目嘛, 我们还是要以那个社区为准,对,你可以给出你的呃,这个建议,你说不改,当然你说不改也可以,但给出你的理由,你现在拍了,说可以改,那你就按照这个你拍的这个呃,概念去改,但是我不确定你这么改了之后,会不会跟你与参考的那篇论文,有些定义上的冲突,这个你要考虑清楚,你对,你不用急着,对,你不用急着现在在这个这个会上去做这个结论,你可以先回去考虑, 一些呃,可能概念冲突上的一些问题之后,你下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可以给出你的这个建议,嗯,OK,那,那我大概聊,呃,对,再回到我们刚刚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啊,就是这个地方,他其实就是mati domain的lifelong learning,对吧,或者说incremental learning,那你刚刚说他的这个好处主要是什么呢,这点是我比较好奇的, 呃,就是他的好,嗯,就是这么说,因为这涉及到多遇嘛,比如说就咋个例子吧,比如说第一个遇事在北京,他可能那个就是做那种图像识别,可能是汽车比较多,但是我第二个遇,我可能到了农村,那可能就自行车比较多,如果我从第一个遇在北京训练完,然后去农村训练之后,那可能我就,这个模型就不太会,呃,识别这些 这个北京市内的这个汽车了,因为可能知识被覆盖了嘛,所以说,呃,所以说我就是,啊,要用这个lifelong,然后来保留他来先前遇上学校的知识,这是他的好处。OK,这个例子比较好理解啊,其实比较好,然后呃,我刚刚听到你说的那个,呃,呃,说我们这个MDIL,它是一个,就一个模型,然后我们的中央学习里面涉及到的是MatiTask,也就多个模型,然后他们 他们,他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你说这个地方是通过那种模块来实现,呃,这个 就是不同的子任务也好,还是什么呃,的识别。那我想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呃,首先MDLSS是这样的,它是整个一个模型,然后它模型那也不是很多参数吗?比如说怎么够,假设 就往小说总共有100个参数,嗯,它100个参数分为8比2,就是8二个,首先80个参数是共享参数,就是所有域都共享这80个参数,然后现在那20个参数是每个域独有的,就是说我在第一个域里有两个参数,第二个域里有两个参数,然后总共10个域,加也是20个参数,就是这个模型把总共所有的参数分为了域共享参数和域独立参数,然后这样它可以同时提取多个域内共同的知识,然后也可以为多个 不同的域学习,这个不同域独特的知识,这个是MDLSS这个论文,这个,对,然后对于三呢,这种学习就不出了,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OK,原理我大概理解,哎,那你认为说这种机制,它比那个多任务的机制,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它优势当然就是可以整合,不同域内或者不同任务内共享这些知识,如果假设我8个域用8个不同的模型的话,那8个域相似的知识是无法共享的,那如果用这个模型的话,它没有共享参数,可以共享一些知识呢,当然是可能 你刚好,OK,那这个我也理解了,你的,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里面说,它有20,应该有20个参数是共,就是独立的,对吧,然后里面可能会每个域有两个参数,然后共有10个域,应该是这么说的吗? 嗯,那我如果说新增一个域的话,它是会导致这个参数的增多,还会导致它的参数增多吗? 这个就我了解,这个应该是我们开了上帝视角,你就已经知道只有10个域了,就是域不会再增多了,所以我说我们20个除以10,每个域两个参数,这个我只会得了解一下,就是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开了上帝视角,就知道已经有10个域,域不会增多了 嗯,OK,就是比如说你,你刚刚觉得这个例子里面,你可能有这个汽车,有自行车,后面又出现一个什么三轮车,那就是我们场景里面,它新增了这个类别,它会导致这个模型的参数有变化吗?其实这个问题。 嗯,这个没有实践证明啊,但是我觉得就如果面临那个class,就是类别的增减啊,或者那个新class出现这种,嗯,我觉得它应该这个模型的参数有比较大的影响。 OK,行,那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后续实践的过程当中,顺便的去,呃,就是了解和验证一下,嗯,嗯,行,那我这边其他也没有,呃,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我觉得解释的都很清楚,易懂。 行,那看看各位,呃,关于这块还有没有其他的,呃,问题或者想讨论的。 嗯,呃,那个,我再最后和老师确认一下,就是这不是一个proposal,其实是要合入看不顾的吗? 嗯,然后今天这个过程其实也算是一个proposal的评审过程,然后我就总结一下需要改三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就到底是那个类增量还是预增量,这个其实我都下去要和林杰博士再导师确认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是写incremental learning,还是写left from learning,就是增量还是中正学习吗? 啊,这是要改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是,呃,最开始四七老师说的,就是我那个数据机可能,呃,目前还不是肯定状态,然后我把那个措辞再完善一下,就是,呃,还有其他的那个要完善修改的地方吗? 嗯,其他的,呃,可能整体的这个方案,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很,呃,可能没有今天,是不是因为今天没有展开去讲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整体的,呃,就是我,我们是做了一个集成的工作,还是说在这个集成的工作之上,做了很多,呃,其他额外的工作,对吧?这些,嗯,你可以先,先定义一下,然后呢,然后里面具体实施的这些方案呢,你可以下次,呃,结合着我们,呃,亚勒斯之前提的这个架构方案,对吧? 你看需要有哪些模块的改动,如果没有模块的改动,也应该在这个里面做一些说明,说我们是,是实现了什么样一个样例,然后呢,做跟什么做了对比,对吧?把这些,哦,OK,OK,可以补充,补充具体一点,嗯,好的,就是,就是我们那个模块是,就是,就是多多细的模块,呃,其实你下面写了一些,就是像我看你的那个几个Yama文件里面,好像提到, 了,就是,就会有,对,有test environment,然后还有你前面,你再往上翻,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哦,没有,再往下翻,看一下,哦,对,下面就是测试算法, OK,OK,呃,其实差不多,就是模块的这个粗粒,呃,粗续程度,就到这个级别就行,不用说到,OK,OK,不用到具体每个函数,你就到你刚定义的这个5.1,5.2,5.3的,这种级别就行,嗯,但关键是有一个,有一个说明,能说明, 哎,我们到底,对这个Yama文件里面,扩展了什么样的功能,有没有新增模块,然后呢,呃,如果不不新增模块呢,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样力,这个样力,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对吧,可以,在整体的这个设计里面,去把这些信息补充一下,对,好,最好是有一个,最好是有一个图,可以,呃, 呃,也能直观地知道,啊,你对Yama文件的这个改动,或者说,增强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这样就会比较好懂,你在做什么,好的,好的,嗯,OK,行,那我这边,主要是这些建议,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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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那各位看看还有没有,如果关于这个课题没有其他的补充的意见和建议的话,我们这个议题吧,就先到这里。 行,那看一下其他同学还有没有问题想讨论的。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社区例会就先到这里。 行,那就感谢这个新语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老师的这个建议。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好,那先各位拜拜。 好的,拜拜。